儿臣红石给皇额娘请安 剑秋 快扶三阿哥起来 是 三阿哥 如今三阿哥该改口叫额娘了 是 以后本宫便是你的额娘了 你虽不是本宫亲生 但母子一场 终究是缘分 本宫也盼望着日后能母子子孝 天伦永居 儿臣一定尽心孝敬皇额娘 额娘 那就好 齐妃侍奉皇上二十一年 本宫看着她以格格的身份入府 剩下你之后成为侧福晋 入宫之后又奉为妃子 如今齐妃犯下大错 但终究为皇家留下血脉 也是大功一件 现在她下场凄凉 虽然皇上不乐意 可是本宫与她同为后宫姐妹 父侍皇上多年 她也是你的生母啊 所以本宫会去叫人束手她的子宫 希望齐妃在地下得以安宁 恶娘宽宏 儿臣感激不尽 娘娘 你也别再难过了 这些日子 娘娘为了齐妃娘娘的事 已经伤心多日了 现在三阿哥有了您的照顾 齐妃娘娘也算安息了 您要是再伤心的话 不是让生者难过吗 话虽如此 可是齐妃和本宫 服侍了皇上多年 她骤然离去 怎么可能将本宫不尊伤心呢 她实在是太糊涂了 恶娘 儿臣生母生前有过不能补偿 儿臣今后一定加倍用功读书 为皇阿玛分忧 不枉皇阿玛和额娘服依之恩 好啊 好啊 果然是好孩子 是本宫的好孩子